淋点汤汁 倍儿好吃 人很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炮猴子 老兄们 今天准备了一块冬瓜 想必大家 不知道我今天会做什么 今天咱们做一道 不是肉 却胜似肉的肉菜 敬请期待 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把冬瓜去一下皮 去过皮以后 咱们把冬瓜一分为二 改一下刀 把这个冬瓜的芯 然后给它去掉 然后把它修成 修成这种正规的 长方形 然后把冬瓜切成这种厚片 这块大皮要留重 准备一块豆腐了 这边 也是切成那种薄片 有几片就够了 然后把它拿成 和冬瓜一般大的片 然后一层冬瓜 然后一层冬瓜 一层豆腐 然后再一层冬瓜 然后是冬瓜盖 冬瓜皮 我们弄整齐一点 这是我们 这边卤水豆腐 最好好吃 准备一个盘 咱们倒上点老抽 把冬瓜皮啊 咱们蘸上老抽 这个蘸均匀 起锅 烧油 把冬瓜放到里边 用小火 把它炸到两边冒泡 就可以了 同姐们 炸成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特别像猪皮 把咱们的假肉 放到上面 然后 咱们要把它 捆绑住 不要使太大劲啊 好了老兄们 给你放到这 怎么样 咱们的一个 一块就算制作完成了 我撑了一个 好了 咱们的肉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要 要 炖肉去喽 烧油 油热后 加入冰糖 咱们炒一个糖蒜 锅中啊 再次加水 加入葱 姜 滷肉包 然后加入生抽 然后加入生抽 盐 鸡精 锅开以后下肉 转小火 开锅以后啊 转小火 咱们炖上它40分钟 关上火 哇 咱们炖上汤汁 淋点汤汁 和小虾当中不太一样 小虾当中 你看它是 五八肉那种样 但是这个 有点啪啪了 但是 你不仔细看的话 它 也是有 也有那么个肉的意思 是不是老听闻 还可以我叫这 还算成功吗 哎呀 我得拿筷子 我得尝一尝 来吃啤酒 嗯 好香 哎呀 尝一尝 先尝块冬吧 咱们过了火 过了油的冬吧 你不仔细看 确实跟肉皮似的 你别说了 铁门 倍儿好吃 哎呀 来盒豆腐吧 我炖了40分钟 你看豆腐的颜色 也上了颜色了 嗯 不错 虽然咱们这个外形啊 不太好 但是吃起来的 确实是 味道不错 不是 虽然不是肉 但是咱们 按炖肉的 方法去炖的 这个汤 嗯 非常 非常瓦塞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嗯 这个豆腐和这个 东方一块儿来 来个 入口即化 哎哼 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跟你说 我这儿比炖肉 不来 也简单 省钱 啊 这个 这成本还多少 哇 可以 而且啊 你们老说我不吃菜 不吃菜 今天就算吃的菜吧 啊老天妈 就是捆的 捆的不太好 没捆上劲 是 我当时捆的时候 我怕捆上劲了以后啊 把它勒坏了 没想到月主啊 松的这么厉害 不好 不好不好 哎你别说 这 真挺像的 就是 你看这小肉皮 不跟你说 你猛一看 你真以为是猪肉皮呢 你看 是不是 而且咱们锅油炸了 哎呀 炖的真好吃 咱还有一嘴边饺料呢 一会儿啊 咱们把它放到 继续放到锅里 再炖上 咱们就四块也不够吃啊 嗯 嗯 咱们别讲这 好了老天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机的转发评论 关注哦 再见